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說話 這位大媽是這個旅遊子男負責做指導的團長 也就是我老婆 我沒話說 她的行為在反覆無常 麻煩大家將就一下 對上一集 我們參觀了李斯本的咬花馬救成區 而在今集中 我們會繼續探索圍著咬花馬的其他地區 具體來說 就是去到李斯本東南面這個景點很密集的地段 再來到這兩個小區 並且介紹這五個景點 出發了 打頭陣的是堪稱得上葡萄牙皇后像廣場的商業廣場 就是這裏 這個這麼四通八達的廣場 也是我們上次提過一張旅遊卡 兩個拿卡地方的其中一個 如果你想知道多些有關這張卡的資料 可以看回我們上一集 講回商業廣場這裏 不過現在什麼都沒有了 因為1755年在李斯本發生的一場大地震 已經將這座皇宮徹底摧毀了 不過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一座雕像 是紀念一位非常之尊貴的災難痕傳者 如果你想知道這位人兵是哪位 不要眨眼 他就是大家眼前的葡萄牙皇帝 躍窄一世 不好意思 原來這位只是葡萄牙皇帝 他就是地震的時候 困在皇宮的躍窄一世 他就苦命了 這位皇帝在災難之後患了幽閉恐懼症 從此不敢住在他的豪宅裡面 只可以住帳幕 你說是不是慘情 當這位大難不死的皇帝過著他的露營生活的同時 葡萄牙人開始重建李斯本 他們將皇宮帶空地改建成為商業廣場 還在前面建了一座很有氣派的拱門 炫耀自己的成就 接下來參觀的景點 相信會令很多觀眾很精神 因為他跟萬惡的金錢有關 鏡頭前面的這座建築物 不單是曾經是教堂 他還曾經是普通亞中央銀行的總部 不過現在變成一間以金錢做主題的博物館 入到這間博物館 你可能會覺得迷惘 因為指示很不清晰 不過不用擔心 不過程序是這樣 你在門口首先要給保安檢查 然後到箭嘴這個位置拿票 這間博物館是免費 不過不代表你不用拿票 張票有很多用途 你轉頭就知道了 現在搞了些東西 可以參觀 這裡其實是個金褲 剛才很守衛森嚴 搞得我覺得很煩 好像比機場更厲害 比機場更厲害 在香港必須要知道 或者沒什麼需要知道的金錢知識 都告訴你 由金錢發展的歷史 至到用哪種指令 印銀紙會耐一點都會告訴你 不過至於我最關注的 怎樣可以讓銀紙耐小一點 他又沒有說 不要緊 這裡還有很多東西看 有些戰兵最互動性 可以讓你一起參與 例如這個數碼許願井 如果你是同一個願望 可以跟著以下的練習祈福 金錢博物館有個最不得了的地方 就是它不單止跟你講錢 他直接教你怎樣自己印銀紙 真的不是債握 團長現在在下手正 他擺姿勢的認真程度 已經是影結婚照的級數 好了完成了 朱幣 這裡都是我的樣子 你要不要拍一拍轉回來 容許我解釋一下這部機的操作原理 想整幣的參觀者 需要對著這部機拍下自己的樣子 你的樣子會被儲低做示範 直到下一個玩家的樣子取代了你 如此類推 那如果之後沒有人跟機呢 就不好意思了 你的樣子會保留到散泡 操作原理有點像龐士變了 你的樣子夠了 你看 他一直都不停 好 搞完硬幣之後 團長現在要進軍紙幣界 好明顯 我已經成為了幣少爺 因為我老婆已經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幣少奶 就在短短的一分鐘裡面 我見證著今次怎樣由金本位 過到都信用本位 再過到都沒有信用本位 太快了 怎麼可能跟到時代 你現在嘗試拿你那張錢出去找數 出去買葡萄特 我現在又有銀幣 又有錄 你發行了 但你決定了你那張是免值 你自己定那個幣值出去 自己定嗎 你有權的 你大生是皇帝 你往後的 如果嫌不印蘭紙太刺激的朋友 可以去出博物館的地牢 這裡有一棟被地震抹埋的中世紀古場 可以看到一些珍貴的出土物物 全身同酬 是時間換下後味 去看看當代藝術 李小本有兩間當代藝術館 我們將會看上面那間 這間美術館收藏的作品 主要都是這一百年之內 而今天它是一個期間限定的展覽 主題是講葡萄牙和捷克的藝術家 怎樣在極權統治之下會應政治 修錄的作品就橫跨了1968年至1989年 換句話說 即是講葡萄牙的康乃興革命 還有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和天內勇革命 當代藝術作品的表現手法 很多都很隱悔很難明白 可不可以幫忙畫公仔畫出場一點 這樣就當然不行 條紅線這麼飄移很容易出事 所以最保險都是跟前人的智慧 亦就是明就明,五明就黎明 講完 當代藝術這些東西 我和團長看不明白 不過書稿好像有些教材 找滴滴尼朋友來教小朋友英文 有沒有類似的教材可以幫我們學藝術 嘩,不要說笑,真是明白很多 好看嗎? 好看,挺好看 但我就是很不明白 他說很多捷克的共產黨 但是跟葡萄有什麼關係 嚴格來說 兩場都是顏色革命 至於顏色革命的定義 就要問AI 你覺不覺得很恐怖? 你覺不覺得很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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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 搭纜車 正如團長所說,我們將會搭纜車 是一條編號叫51D的纜車路線 它是李斯本電車網絡的一部份 它的起點是光復廣場附近 而第二個站就是山坡上面一個公園 至於第三個站就沒有了 因為整條路線就是只有200多米,一眼看光了 只有兩個站,若然你說要走上去都沒有說不行 不過辛苦一點,我就會選擇坐車 不單是因為節省腳骨,還是因為這部纜車很有型 它外面的噴畫,是葡萄牙政府邀請街頭藝術家畫上去 這個裝潢令它成為了當地打卡的潮物 但是潮歸潮,這部纜車同時也是法定估計 它的第一代版本是水力推動 計算距離現在都超過100年歷史 現在走的這段路,雖然短,但是金 它是李斯本其中一條最斜的街 要走上去真是好斜的 這條斜路同時也是街頭文化的展示場 市政府邀請人畫上去,算是推動一下非主流藝術 好了,到了總站,大概用了3分鐘的車程 就可以到山坡的一個平台 聽說這裡和剛才山坨的車站是相距了40多米的高度 這裡有一個葡國風格的花園 由於位置比較高,同時是對著西面 所以是李斯本欣賞日落的勝地 聖豬斯塔升降機是李斯本一個很受歡迎的景點 為了避開人少,其實是可以晚上才去 因為你可以想像到,當在上班時間 整個李斯本所有遊客都同時湧去你家唯一的升降機 將會是多麼悲壯 等30分鐘的基本盤 旅遊汪貴不走得雞 但是如果你看這個景點附近的地形 這部升降機其實是有地面和高層兩個入口 5至1個 如果你由上面落回去 是有可能,我強調只是有可能少一點 按照這個思路 你其實可以坐纜車去做山坡的車站 再走15分鐘 用高層入口去升降機 如果你有時間和興趣 你甚至乎順路可以玩這幾個景點 容許我多戴一次頭盔 這一招不一定行的 讓我們看看 這裡就是高層入口 它是一條橋的一邊 而這條橋的另一邊 就是聖豬斯塔升降機 大家可以在這裡看下去 下面其實是拜沙地區的暴行街 在這裡遠望也可以看到奧花馬舊城區 黃昏時分在這裡看風景 是別有一番風味 現在可以過去升降機那邊看看 這個無數旅客搶著排隊要看的景點 如果你要我形容 我會說它是一部擁有著超過100年歷史 並且擁有著哥德式風格的貨車 沒錯,是貨車 即是工廠大廈經常看到的 這部貨車還有一件很幻妙的東西 就是無論你剛才排了多久 你由入升降機到出升降機 都不會超過30秒 換句話說就是你進去之後 在未搞聲發生什麼事情之前 你已經到了可以出回來 嘩,剛才排隊是不是只是幻覺 這種感覺很微妙 我強力推薦大家試試看 又到了美食環節 跟之前一樣 我們會將在今集旅遊景點附近吃過的餐廳 跟大家分享一下 由於人人的口味不同 這個不是推介 純粹是交流下資訊 並且今集只有一間餐廳 這間餐廳是海皮 位置在著名的timeoutmarket附近 它是吃海鮮 不過不是蒲式燒海鮮 而是將海鮮煮熟做拼盤 主要是吃海鮮的原味 這裏也提供一種生蠔 還有肉類和海鮮的熱盤 歐洲很多國家海鮮都不是食湯 如果吃慣了活海鮮的朋友 在這方面有非常非常高的要求 可能在期望上面就會有些落差 今集就到這裡為止 在結束之前 等個劇透一下下集的內容 下集我們會去到一個什麼都可以買的市場 又會去一個傳理師本最大的靈堂破地獄 我們還會看看來自世界各地的奇珍移物 還有去到一間用葡萄牙瓷村來做主題的博物館 總之精彩的節目就排隊來 都是那句 千萬不要坐過葡萄牙觀光指南 有分別的 Luo